可是通常客戶那邊也保留一份你們公司的程式碼 如果說你今天要改變這個狀態的話怎麼辦 你可能就要想出其他辦法 以前是可能把它Compile成DLL 然後到時候再安裝什麼樣的很麻煩 但是現在它也可以 它就是這種做法 這個VP以後點VP以後你也可以把它怎樣呢 把它變立成一個DLL 就是一個動態的連接庫 然後只要安裝在客戶那邊 它就可以去執行了 你點VP不要給它沒有關係 那也就是確保你的程式碼 可以不需要給客戶 這個也是它一個優點 那這種方式的話 我們就叫它什麼CopyTime 就是說我們是把程式碼寫在那個背後面 就是程式碼寫在後面 就另外再產生一個檔名再加一個點VP 那我怎麼知道我剛剛做的方式是正確的 你們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設計 然後直接把剛剛的這個 第一個是Button 你就把Button拖拉過來有沒有 然後改一個名稱 接下來的話再把Labor有沒有 這個地方Labor把它拖拉過來 然後把它放在下面 那這個地方也同樣把它改名稱 我剛剛講過 這個地方 改完之後呢 接下來你就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Button上面點兩下 你會發現呢 剛好同學就問了 欸 點下去 它這個地方有沒有 因為現在是要撞寫程式碼 所以呢 點下去之後就會跳點VP的 所以這種撞寫方式以後你們就要熟悉啦 以後就是網頁跟程式碼是分離的 那這樣以後你們在處理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兩個混雜在一起 這是它比較貼心的做法 好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